哈喽大家好 我是B站丁雨昕 八十一线女艺人柔仔 最近啊 很多新来的宝宝说 我长得很像丁雨昕 好吧 我承认 我确实和丁雨昕没有什么学 开个玩笑啦 今天呢 我们来聊聊 如何提升自己的辨识度 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朱棋脸上最具辨识度的地方是哪里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说一说 赵薇脸上最具辨识度的地方是哪里 刘依菲脸上最具辨识度的地方是哪里呢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那些国民认知度很高的女明星身上 都有着极强的辨识度 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呢 舒淇的嘴 赵薇的眼睛 刘依菲的驼风鼻 都是五官有明显辨识度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气质上有明显辨识度的 比如李静的清冷 咪咪的妹 赵露丝的甜 其实吧 辨识度这个东西呢 不仅是女明星需要的 普通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一个有辨识度的人 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有一句话叫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爱笑也是一种辨识度呀 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辨识度呢 要把大象放冰箱里 拢共分几步 咱步 找准优势 学历标杆 坚持风格 先讲第一步啊 找准优势 如何找准自己的优势呢 首先啊 翻一翻过去的合影 注意啊 要没劈过的他牌 比较真实 你们懂的啊 在合影中呢 分析自己相较于他人的优势在哪里 或许是你的个子最高 或许你的皮肤最白 等等等等 你们在朋友中最显著的优势是什么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哦 接着啊 对你身边的朋友做一个采访 朋友眼中的自己最好看的部分是哪里呢 或许有一口好看的牙齿 或许是发量多到让人羡慕 或许是屁股很翘 你们在朋友印象中最好看的部分是哪里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啦 当然啊 也可以问问大家对自己哪一次的造型印象最深 比如说你经常穿黑白色的衣服 但是某次穿了鲜艳的衣服 非常称你的气质 经常披着头发的你呢 某次把头发扎起来 显得很有精神 平时戴着眼睛的你呢 某天戴了隐形 颜值提升了一大块 等等等等 我们来讲第二步 确立标杆 在找到自己的优势点之后呢 要做的就是扬长臂短 强化风格了 所谓扬长臂短呢 就是在发扬自己优点的同时 尽量弱化自己的缺点 强化风格呢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风格的标杆 简单点说吧 就是找到一个对标的明星 上一步呢 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优势 那接下来就是在东亚娱乐圈里 找一位和你的优势最贴近 且你看着最顺眼的明星 作为你的标杆 为什么要和你的优势最贴近 我们就不说了 那为什么要是你看着最顺眼的呢 因为只有他的风格是你所喜欢的 你才能愿意了解 并复制他的时尚套路 我们所说的对标明星啊 包括但不限于演员 模特 歌手 KOL等等等等 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啊 大家推荐几个对标老师 十元李美 表情管理王者 牙齿整齐 笑起来好看 喜欢日系知律风的宝宝 可以将十元老师作为标杆 话说啊 十元老师的变美之路 也是东亚女星里面排得上号 完全可以单出一期视频来胜巴 有感兴趣的宝宝呢 可以扣衣让我看到啦 Rosie 显发色代言人 肤色白 五官小巧 喜欢在人群中被瞩目的感觉的宝宝呢 可以将朴彩英老师作为标杆啦 朴老师呢 是通过改变发色 提升辨识度 时尚资源开挂的很罕见的密集案例 妮妮高级感 黏于脸 眼巨宽 甚至修长 喜欢简约大气风的宝宝们呢 可以把妮妮老师作为标杆 妮老师作为一个能把优衣裤穿得好看的棋人 我们要学的可能不仅仅是穿搭技巧 更多的是体态和气质 钟楚希老师 轮廓明朗的男项脸标杆 张子峰老师 清爽邻家的少年感标杆 所有我刚刚提到的名字 你们想看哪位老师的辩美之路详细解析呢 都可以在弹幕上打出他们的名字 让我看到 不山高的我会单独出视频的 老师们的妆容 穿搭 表情管理 仪态管理等等等等 都是大家要深度学习的 买同款只是低级的模仿 我们要拿出追本命的精神追老师 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他们的精神 第三步 坚持风格 明确了风格之后呢 一定要一条路走到黑 就像文琪 从不掀起刘海 莫文蔚 从不遮住眉腿 坚持不住你就破功了 老弟 江苏颖在好先生里面演的将来啊 经验了多少男子 明明可以靠着红唇欲解封 在娱乐圈里面站稳脚针 偏偏接了三十而一 对待感情换得换失的王曼妮 人设还没立稳就破功了 我理解啊 演员都想拓快戏路 但是在拥有足够的国民度之前呢 最好还是先提升自己的辩识度 不过啊 最近江江这个粉色系的妆容又出圈了 希望化妆老师发挥问题 让我们的江江保持住大美女的水准 这一点啊 居静依就做得很好 真的为居老师的美商点赞 自从这个氛围感大美女装面出圈以后啊 居老师就一直坚持这种风格 很难不支持 小居现在的辩识度已经立住了 好啦 今天的一身辩识度的话题就讲到这儿啦 主三连的宝宝们都能美出新高度 最近换季啦 有没有和我一样干皮的宝宝 请扣一夜 由于啊 我最近上妆经常卡粉 我的化妆造型师Videon老师呢 就推荐我去打水光针 说是一次水光针 比肤十次面膜的补水保湿效果还要好 而且还会让皮肤显得更加饱满 说真的 我种草了 作为一个女艺人 羞羞补补补总是要有的嘛 大家想了解水光针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打响 我可以去打水光针的时候 录一个Vlog 让大家探探录八八草 据说还会剩险呢 我有点怕怕的 好啦 不多说啦 我是看人先看脸的 81线女人柔仔 下期见 拜拜 拜拜